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,中国北极墨河迎来降雪天气,本轮降雪自10月26号夜间开始,截至27号上午,降雪量已达7.9毫米,雪深超过10厘米,为入秋以来最大量级。 墨河是中国纬度最高,气温最低的城市,金秋时节,有中国北极之称的墨河已入寒冬。 10月27号,雪花飘飘洒洒从天而降,墨河小城笼罩在白茫茫的雪木当中,令在此赏兵细雪的南方游客欣喜不已。 见到这辆大雪,我太幸运了,就为了这雪来的,能见到真的很幸运,就真的太美了,就各种惊呼,然后直接到这个森林里又看见这都变成白色了,我太,就是很惊讶,太美了。 27号清晨,墨河市气象局发布暴雪黄色预警信号,提示本轮降雪可能为交通农木业带来影响,同时提醒交通、铁路、电力、通信等部门加强道路、铁路、线路巡查维护。 记者看到,墨河交警部门提前上到疏导交通,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,为行走困难的车辆提供帮助,并向重点路段和陡坡路段铺洒防滑料。 此次降雨降雪,导致路面结冰严重,给群众出行带来很大不便,我们交警部门早六时在全市各个重点路口、路段进行交通疏导,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安全出行谨慎驾驶。 目前,墨河交通环卫部门出动清雪机械和人员,加班加点清雪作业,保障城镇和通村公路的安全畅通。 据墨河气象部门预测,本轮降雪持续到28号白天,降雪过后气温将明显下降。